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说拼多多投资社区电商还是黄征错位竞争的后续 除了错位竞争以外 最主要的是拼多多的社交属性 虽然黄征一直在强调社交属性 可到目前为止 拼多多的核心社交属性 对微信这个社交平台有着强依赖性 是不是很可笑 而且与微信合作有着很大的不稳定性 哪天腾讯的电商梦想有了新的踢带品 拼多多很有可能会被一脚踢开 从现在来看 拼多多虽在腾讯怀里 可表现得一点都不乖巧 从以前的放任张一鸣头条系的发展 到现在的尾追堵截 我们可以看出腾讯对非腾讯系产品的态度 由此我们也不难猜想不想站队的黄征 会遇到什么 再者 从拼多多受到关注以来 淘宝 京东等诸多电商平台 都跟进了拼团购的玩法 而且可以预见 在未来 拼团购模式会逐渐成为电商平台的玩法 而到那时 拼多多的拼团购的优势会逐渐下降 甚至其存在都是可有可无的了 虽然拼多多成长迅速 但从大的方面来看 还构不成对大电商平台的威胁 就像阿里的张勇在谈及拼多多时 是这么说的 就当其开拓农村市场 教育用户好了 之所以有这样的信心 是因为大的电商平台 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个生态 从生态中再孵化出新的类目产品来 相对比较容易 而且客户也比较忠诚 所以对于拼多多来说 入局社区电商寻求另外的社交可能性就迫在眉睫 而且在整顿伪劣品和品牌升级后 便轮到了拼多多的社交探索 免责声明 涨中额度发布的作品如设版权等问题 请尽快联系我们 微信ID ZHANGZHONGED 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删除 转载旨在分享交流 并不代表赞同文中观点 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进攻读者参考 ZHANGZHONGED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dit